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侯爷 我当初看到你身上不该看的地方 真的不是 住嘴 今夜 那天的事先不谈 你为何穿着一身黑衣 还说府内有刺客 我的确去了侯爷 还遇见了黑衣刺客 那那黑衣刺客 为什么没有杀了你 还把你放跑了 侯爷 当时的情形 真的是惊心动物 我当时遇到那黑衣人的时候 心里特别害怕 他手里可是有这么长的剑哪 然后我就 但是我的手里 只有这么小的一把刀 然后我就 那个黑人没有一点反应 然后就 然后他就拉住了我的后脖子 然后我就 老爷 幸亏我上他不注意的时候 狠狠地踢了下半一掌 闭嘴 当初 说本核五百两买你入府 是谎话 今日又说府里有刺客 又是谎话 不是啊 你既然不在现场 凭什么说我是在撒谎啊 哎哎二位二位 云彻斗胆一言 今晚是二位成亲之时 俗话说得好 洞房花竹之夜 谁来过来洞房 好好好 我多嘴 我走了 洞房一刻值千金哪 我洞你个气 我忘了 苏黎 今日 一来 本侯没与你成亲 二来 本侯也没与你拜堂 所以你这名字 根本不成人 但是本侯确实花了五百两买 带你入府 所以你是生是死 由本侯说了算 侯爷 你竟是强埋我进府 这完全非君子所为好不好 你 别说了 我们两个没有名分的呀 所以呢 你干脆回头诗爱 帮我放了个行 回头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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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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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子 你醒了 你有哪里不舒服 我聚起带衣 阿刀 我完了 我要死了 你这里没发烧啊 你记不记得 以前在最爱楼的时候 有人说 这世上有一种专门戏人写的怪物 好像是有这么个传闻 那你看看 我的眼睛 有没有变成红色的 只有黑色 白色 还有一点黄色的眼屎 你咋别管眼屎了 你看我的牙齿呢 你有住想 我的意思是 我的牙齿都是圆圆 但没有尖尖的吗 看 好了 老大 昨天晚上侯爷把你抱回来的时候 说你受到了惊吓 说你可能会语不伦次 没想到是真的 不是张大舵 我告诉你 其实小百业 他吃 本侯怎么了 你先出去 本侯有话要跟苏黎说 是 好意思 你 侯爷 侯爷 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侯爷慢点 你 你太吓人了 所以你最好离我远点 否则 我也会咬你的啊 不错 本侯昨夜是吸了你的血 所以 我使 code 圣经 你 吃吧 都是给你准备的 好 我让杰克我吃那么多好吃的 看来我真得要死掉了 谁说你会死 你是个妖怪 我被你吸了血 我也会变成妖怪的 鹤卡对侯爷不敬 霓裳 你下去吧 是 没错 我是吸了你的血 但我不是妖怪 所以你不会死 我之前被一种吸血蝙蝠咬伤 自此每逢月圆之夜 便会有怪疾发作 偶尔还会不定时多发作其次 你说的怪疾 就是之前诗清风式的吸人血 对 但我这并不会传染 而是发作时意识轻性 身体却不受控制 所以只有吸食人血 才能逐渐平复 巧的是 昨夜吸了你的血 我可以瞬间恢复正常 这是从未有过的 呃 你的意思是 我的血能治你的病 虽不知有何特别之处 但你的血 却是比别人更加值 所以本侯决定 我们之前的所有不愉快 一笔勾销 坐吧 边吃边聊 看他说的也算诚恳 算了 血吸都被吸了 他又不可能再吐出来 还不如大吃一份赶紧不会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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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每月 你至少供本侯吸两次血 什么 一个月吸两次血 你这不是把我当移动的血包呢 我拒绝 拒绝无效 要預燥 呃 呃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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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